好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路德 路德记一共才四章 我们已经讲了应该是十二课了 今天是最后一课 我与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 原来都是神的历史 我们一起念一下路德记的第十八到二十二节 礼拜 请 法乐师的后代记在下面 法乐师生西斯轮 西斯轮生蓝 蓝生亚米达 亚米达哪达生拿顺 拿顺生萨门 萨门生罗伯阿斯 伯阿斯生尔贝德 尔贝德生耶稚 耶稚生大卫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主席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非常非常地感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要有你一直地眷顾 不仅仅我们能够有机会 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敬拜你 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 不住地聆听你的话语 不住地透过我们读经 透过弟兄姊妹对经文的分享 也透过足以崇拜 我们聆听讲台的信息 让我们从你那里 你的话语里面得感动得造就 就能够继续与我们同在 让每一个人谦卑在你的面前 零售你所带给我们的信息 谢谢你 赞美你 在你明天在那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相信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都比较好记 所以我在哪里去 自我介绍的时候 就说我叫道德 他恰巧我记住了 道德这个名字非常非常容易记 但是我自己普通话不准 我是后鼻音 前鼻音不封的 一二三四声调 常常也不封的 所以我常常把别人的名字给叫错了 年轻人还警告我 你不要老是把别人的名字给叫错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在圣经里面的 家鼻就是不住着很细节的记载着人的名字 你知道吗 家鼻在圣经里面的出现 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来的 所以害得我们读经的时候 常常很不容易读 所以读圣经真的是需要有意志力的 如果我们读圣经创世纪还好 出埃及开始的时候还好 后来就怎么样 有人说就出不了埃及了 因为后面的出埃及记里面 有很多的礼仪 有很多怎么建造会幕的 有很多律法 还有一些经文 都是记载着很多人的名字 在那家鼻 是非常不容易记的 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有家鼻呢 家鼻的原文是指一本书 一本名单或者一个记录 你知道吗 全是本圣经大概有四十多处 来记载家鼻的记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就学习这个名字 这个家鼻在这一圣经里面的 在路德记的最后一段的一个经文里面 所记载的家鼻 现在我们非常分析一下经文 那经文首先呢 我们看到是家鼻的一个序言 这个家鼻的序言 圣经会告诉我们说 一开始就说 法罗斯的后代记载下面 在圣经当中呢 关于家鼻的记载 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有一些是表达是 这是某某人的家鼻 有一些表达是 这是某某家鼻之书 有一些呢 是表达这是某某的名字 按着他们的家鼻是怎样怎样 而这个路德记的家鼻呢 开始就采用了第一种的表达方式 作为影爷的 你知道吗 在相类似的这样的表达 是创世记当中 常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 就是这是某某人的家鼻 或者说这个某某人的家鼻 记在下面 所以有人会认为是说 路德记采用了创世记里面的 这种表达方式 就是为了去连接雅各的家鼻 所以家鼻的故事 到结束之后呢 才出现的 也就是这样的方式 常常是怎么样 就是讲了一段的故事 完了之后呢 才讲家鼻 有附录的一种作用 但是创世记里面 却是更好 正好是相仿的 排序上是正好是相仿的 是先交代家鼻再讲故事 不仅仅如此 家鼻的内容的表达 也有不一样的 在刑事内容上 有某某人活了多少岁 生了某某人 另外一种刑事是什么呢 某某人生了某某人 另外一种是没有动词的一种刑事 就是某某人的儿子是某某人 来作为一个客观的表述 而路德记里面的家鼻呢 是采用的是一个 就是A生了B 某某人生了某某人 这样的表述 来交代这种故事 作为一个背景资料 一样的去故事 所以呢 18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 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 所以这说明了 这是一个法勒斯的 法勒斯的一个家鼻 那法勒斯的家鼻 好像是为了表达一种大魏的声势 特别是最后一节的经文里面 让我们知道的 所以我刚刚说了 他的这种表达方式 是跟创世纪是相类似的 那创世纪的家鼻 是从上帝创造人类开始的 直到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 拣选了挪亚 拣选了亚伯拉罕 拣选了以撒和雅各 而这个路德记的家鼻呢 他似乎就填满了 这个摩西五经里面 所记载人物的祖鼻 与这个王朝之间 就是说立足与王朝之间的这种空白 这一段的经文呢 这个家鼻呢 就弥补了那一段的空白的家鼻历史 所以在创世纪第46章第12节 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呢 是记载了犹大的祖鼻 子语哪里呢 到了最后是法勒斯申西斯伦就结束了 而路德记的家鼻正好填补了这个西斯伦 直到大卫之间的一种空白 所以路德记的故事结束的时候 众民和这些长老们 为路德祝福的时候 希望路德能够像建立 以色列家的拉杰和利亚一样 是波士的家呢 圣经第11到12节 4章11到12节里面 像他妈从犹大圣到法勒斯的一家一样 后来又说明说 俄贝德是什么 是耶稀的父 耶稀是大卫的父 第17节里面 因此我们很明显地看到 最后的一段的家鼻 就理所当然交代了 法勒斯到大卫 在那个祖鼻的资料 就是把大卫跟雅各进行连接 又或者说将创世纪 跟列王纪之间进行一种连接 我们现在详细看家鼻的内容 第18到22节里面 是讲家鼻的内容 在这个内容里面 我们也可以封为两方面 也就是说路德记的家鼻的内容 与形式上 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祖鼻 整整一共有十代 当然学者会认为说 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犹太人家鼻里面 常常有这种做法的 所以有人当当根据家鼻 研算出人类的历史 大概有五千年或者六千年 这不一定是准确的 因为在家鼻里面 常常有跳带的 它是作为时代这么长生 但是中间会有跳带的 一个个 为什么呢 特别是萨门取了拉河 对不对 记不记得 那个拉河刚刚进迦南 所以如果拿顺到大魏之间 应该是相差了至少250年到450年之间 而中间如果只有五代的话 这样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应该来说里面就会有一些跳带 也就是说当作者叙述这个家鼻的时候 他就有一定的一个特性的方式 就是说一共十代 首先自法勒斯到拿顺一共有五代 首先告诉我们说法勒斯的后代 法勒斯生了谁呀 生了希斯伦 这个希斯伦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希斯伦族 在《明著记》第26章21节里面 有希斯伦族 应该是他的名字命名的 那他和犹大帝呢 两个城市 犹大帝有两个城市 一个是希斯伦 一个呢叫加略希斯伦 所以呢这里面跟这个希斯伦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是因他而来的 也因此这个希斯伦呢 也就变成了他可能是一个 也蛮有影响的 但是圣经却没有记载 兰呢应该是希斯伦的次子 第二个儿子 因为在历代字上里面所记载的 亚美纳达呢生了拿顺 其实呢在《出埃及记》里面 另外有个儿子叫伊利沙巴 后来谁娶了伊利沙巴 你知道吗 就是亚伦娶了伊利沙巴 那后来呢拿顺呢 他做了犹太人的首领 在《明书记》和《历代字》里面都有提到 并且呢他是有能力同广军队的 而这个拿顺呢 正好是居于这个家谱的第五个顺位 而第五个顺位都有特别的一个意义 这是自法勒斯 自拿顺的五代 那自萨蒙到大位呢 也是五代 圣经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萨蒙呢 他娶了一个妻子叫谁啊 就是妓女拉赫 就《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第五节就告诉了我们 所以有人认为呢 当时记不记得拉赫是接待了两个探子 对不对 有人说这个萨蒙呢 应该是其中一个探子 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但是呢在这里面呢 第七个顺位里面呢 就被波阿斯所占据了 所以第七个顺位 应该是在古代的家谱里面 拥有了一个荣耀 重要性的一个先祖 留位的一个地位 如果你看一些家族 第七个顺位 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字词 但是呢最后就更显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大位 作为全书的最后一个字 希伯来文当作 全书的最后一个字出现 就会让我们真正看到 原来上帝在历史当中 对这个家谱当中的人 的一种诱惑 一种护佑 虽然犹大 极不负责任 虽然我们也看到了 经过好几个世纪 充满幽晃的一个年代 后来到了四世时代 也被认为最黑暗的一个时代 到了后来 出现了一个寡妇 没有儿女的 摩亚人的寡妇 再后来 来到了大位 这个字词 所以你就会能够看到 整个过程里面 就会看到上帝 特别的祝福 全书的第一章里面 出现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叫 以利米勒 就是 就是 这个拿尔米的 丈夫叫 以利米勒 以利米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以利米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有人知道的 大声讲出来 以利米勒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父是王 路德记里面的第一章 一开始的时候是 以利米勒 我的父是王 结束的时候是谁 大位 真的是一个 犹太人自己也认为 最重要的一位王 所以以利米勒的故事 虽然在 的名字 虽然在故事的一开头 是一种极具 卑微或者说一种 悲惨的一个开始的 但是到了最后一页 你就会发现 这个名字是很有预见性的 是什么 上帝是王 上帝在这个家部里面 立了很重要的大卫王朝 所以这个家部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它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首先是在于俄贝德与诈大卫 有血缘性的一种关系 他们也是有血脉关系的 上帝不当当家后裔和家庭 赐给了拿阿弥和路德 更让他们能够有奉于 犹大之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家族的一个成员 所以这个家部 对路德记来说十分重要 因为它表明了耶和华上帝 如何将这一段 这个明星悖逆的一个时代里面 巧妙地保存了一家 一些艺人的家族 这个家族就是大卫的家族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世世时代 这么几百年的历史 是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时代 在黑暗当中 有盼望吗 有的 原来上帝一直在保守某一个 犹大后裔的某一个支流 某一个血脉 在这个血脉里面 出现了一个最伟大的君王 叫大卫王 在大卫王的子孙里面 出现了拯救全人类的弥赛亚 而在中间一环里面 有个很卑微的外邦的女子 磨牙女子 路德 这个家部的意义 也在于能够彰显了上帝的最高的权威 你知道吗 我们的上帝照顾拿尔米 照顾路德 照顾这些巴斯这样的人物 引导他们的人生道路 也告诉了我们上帝从来没有忘记 虽然我是在引导你的人生道路 但是上帝说 我在引导你人生道路的上面 我有个更伟大的救赎计划 这个救赎计划就是上帝 拯救人类的历史的救赎计划 现在就这么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 忘记了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上帝在照顾了 这样卑微小人物的同时 上帝从来没有忘记 在这样的故事的上面 还有个更伟大的救赎故事 所以路德记这样的事情 他正好他的事件发生在伯利恒 正好大卫是出生在伯利恒 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话 你又知道原来这个伯利恒 是耶稣基督放生之地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家部就会让我们看到 原来在历史里面 上帝的手一直在推动着所有历史的发展 一代又一代地过去了 但是上帝的旨意 成就在一代又一代的历史里面 你知道吗 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每一个人仅仅有自己的一生 我们是很有限的 对不对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谁 看到你的下一代 看到你的上一代 张伯伯比较感恩 他是已经进了第四代 张成正的孙子都看到了 不见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时家部却是一个有利的工具 将上帝在历史历代当中的作为 就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种的呈现就让我们知道了 原来历史绝非偶狼事件的组合 每一个历史的事件 都是藏着一个目标在前进着 而这个目标的目的 就是要完成上帝的旨意 这就是家部所带给我们的意义 我记得几年前的圣诞节 我专门讲在圣诞节的主义信息里面 我讲耶稣的家部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越看这个家部的手 我就越看到上帝的伟大 而在这个家部里面 我谈几方面的应用 首先第一 在黑暗之中 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救赎的光芒 你知道吗 路德记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 你可能会从历史批判的学术角度 你也可能会从女权主义的角度 或者甚至从法学的角度 形式主义批判者的角度 来解读路德记 而路德记里面 常常会让他们发现 很重要的宝贵的资源 而对于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来说 法律上的困扰 以及作者是谁 这样的一些故事 比不上一个更加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人类的需要 以及上帝对人类需要的一种眷顾 所以路德记当中 有一个字词很重要的 叫买 对不对 你知道买是动词 还有一个它的名词形式是什么 就是自清清淑 自清清淑和买这个故事 其实是什么 它的另外一个方译是什么 自清清淑的另外一个方译是什么 我一直在强调的 自清清淑的另外一个方译是什么 就是救赎主 所以路德记里面的一个母题 就是救赎主 而作为新约的基督徒 我们就以救赎主这个字词 熟不熟悉啊 太熟悉了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 原来路德记这种救赎主的母题 他预示着我们新约里面 所看到的伟大的救主 就是耶稣基督 就像我在前面所叙述的那样 路德记事情的发生在伯利恒 那是大魏出身之地 我们也联想到 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名叫伯利恒 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世世时代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最黑暗的一个时代 那是一个没有王权的时代 是无政府的时代 甚至又说是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 如果你看《四十记》的话 充满了杀戮 充满了强暴 利恋人 宗教人士 贪图财物 而这些灵袖们 这些士师们 贪图媒赦 甚至了整个的变亚民自败 差一点被灭绝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但是你知道吗 包括现在的以色列人 他最引以为好的时代是什么时代 大魏时代 大魏王朝 那是认为他们最辉煌的王朝 所以大魏王也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伟大的君王 现在的以色列的国家 他的国旗还是什么样 大魏之心 所以他们认为无论在军事上 无论在政治上 或者在宗教信仰上 所以这个大魏是最值得以色列人所尊敬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最黑暗的士师时代 我们看见了大魏的名字 就好像很黑暗的 很黑暗的一个 一个黑暗里面 你突然看到一束光芒 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在掌权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很多人叙述 很担心这个世代的黑暗 确确实实 有些人 特别是很多的基督徒 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 他对现状 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世界的格局 包括现在的中国 极具失望 他说真绝望了 乌克兰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战争 还在继续 前天的时候以为有转机了 人家这个 那个什么 一下子忘了 他的那个雇佣军 完了要快点攻打到 墨西哥了 那个莫斯科了 墨西哥 我们以为 是不是可以 马上可以 战争就结束了 他突然又停了 中国的状况也是如此 现在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 昨天还有弟兄跟我说 他说中国可能最近几个月 或者将近一年的时间 有六百多万人 乱出了 我不知道 我听他说的 所以他是个牧师 他说现在一直在准备着 要开始发展 要怎么个帮助 往来建立教会 他需要 其实在教会里面 现在就需要 多更多的一些教会 我昨天看到 那个华人区的一个教会 他说第一次受洗 他们是不知道什么中派的 就是决志王之后 就给他们受洗 他说一次 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五十个人 决志五十个人受洗 一次的聚会 有些人看到 在美国的价值观的冲突 特别是上个月 是他们的骄傲 看到游行 有些人觉得 很失望 美国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所以现在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极端的一种自由化 左化 所以有人说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就像四十世纪里面 所叙述的那个时代一样 所以你就看到四十世纪的时候 你就看到很绝望的 那我们再看看路德纪 特别是路德纪里面 最后的大位致辞的出现 你就看到了胖王 所以在路德纪里面 让我更加的确信 即使在最黑暗的四十世时代里面 上帝仍然在四十世时代里面 坐着围望 你怎么知道 因为有路德纪 因为有路德纪最后的大卫 我想到了大卫的时候 我想不仅仅想到大卫的王朝 作为基督徒 我更想的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也因此我们说 这个时代是黑暗时代 美国是一个黑暗的 现在是黑暗的不得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另外一种眼光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在四十世时代一样的 看到路德纪的故事一样 在美国 在全世界的黑暗的现状 价值观严重冲突的现在 我们仍然看到 耶和华上帝 坐着为往 阿们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是的 今天这个时代是黑暗的 战争 瘟疫 价值观冲突严重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 去看这个时代 也就是说 四十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这可能是一个现状 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所以我们有了四十纪 去叙述四十时代的这种黑暗 但是有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可以用路德纪 去叙述四十时代的黑暗 也因此对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有了路德纪 又有了四十纪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 这个时代的罪恶 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一个黑暗 但是另一个方面 我们又要看到 在这个黑暗之上 有一束光芒 这是救赎的光芒 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说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对事举太过悲观 特别是当我们看到 越来越不符合我们圣经教导的 无论是婚姻上或者家庭里面 出现发生的时候 我们很难过 但是不要太过于悲观 以至于绝望 更不要把自己的情绪 一直被这些黑暗的事情 所调动着 我真的是看到很多人 基督徒们 在这些推特上 一说到一辩论左右 一辩论一辩论 那些都是骂人的 那些都粗话骂人 这边说我是基督徒 这边说我粗话骂你 奉族的名骂你 各位今天求上帝能够特别怜悯我们 也让我们看到 在黑暗的世代里面 你要想到耶和华上帝 仍然做着没有 而我们仍然需要 以温柔和敬畏的心 在这个时代里面 去世述盼望的缘由 并且去传递这种盼望缘由 就是福音所带来的正确的价值观 那是第一 第二我想说的是 普世性的救赎恩典 在路德记里面有预示着 路德记一再而上地强调 路德的身份 她是一个磨牙女子 但是她仍然有奉于 耶和华的恩典和祝福 你知道吗 在耶稣的家部里面 出现了很多的人的名字 那有几个人名呢 是非常显眼的 就是四个旧约妇女 这四个旧约妇女是谁啊 大家一起说一下 有谁 他马 拉荷 还有呢 路德 还有所罗门的母亲叫 巴士巴 对不对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第三到第五节所告诉我们 他们有几个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是什么 当然都是女性啊 都是姐妹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 这几个人都不是犹太人 他们应该是当地的迦南人 拉荷呢 是迦南的耶利哥人 路德是摩牙女子 圣经说巴士巴士赫人的妻 那可他可能是个赫人 不仅仅如此 这四个人 从某个方面来讲 他们好像都是有瑕疵的 他们的背景不是那么光彩的 他马和拉荷以前是什么 是妓女 这个路德呢 是寡妇 当然寡妇不是他的问题 寡妇在当时就是极其 她是磨牙女子来的 是一个极其卑微的 那这个巴士巴呢 我们不能够责怪巴士巴 因为特别是最近很多的一些 me too的 台湾也是 娱乐界甚至在人权律师里面 也常常有一些me too被控告 我看到还有人专门写 巴士巴的一个故事 其实巴士巴是大卫王的权力之下 巴士巴应该更是一个受害者 无论怎么样 他也是一个 就是在这样的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物 但是这些事件当中 你会更能够看到 他们其实是一个极其弱势的人 阿玛面对的是他的公公犹大 拉荷更是 他所面对的是强大的以色列军队 而这个路德呢 他所面对的是什么 自己是个寡妇又在一帮之地 是一个大财族 面对的是一个大财族 这个巴士巴更是面对的是大卫王 也就是这些人 好像是极其弱势的一个群体 他们好像是在大叙事之下 在救恩故事的叙事之下 他是一个弱者 他们都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们好像是文化 政治权力 军事力量 或者智囊灾害的牺牲品 但是这些人 他克服的都是生命当中的一些弱点 他竭力去追求 去突破 可能用的是自己的方法 去突破 但是他们都得到了上帝的纪念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包括路德在内 这些外邦人 这些弱势群体 这些看起来有瑕疵的人 是被旧约的圣经里面 故事里面所记载的那个人 被新约的家部里面 所记载的那个人 说明什么 说明就上帝普世心的救赎计划里面 无论你的种族如何 你的性别如何 你的地位如何 你有多么的卑微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一了 这在加拉特书第三章 第二十八节会告诉我们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自主的维路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成为一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今天我们从新约的角度 我们相信 无论何人 无论他的文化背景为何 他的性别如何 他是哪个种族的 他干了什么样的坏的事情 或者他正在所做的 或者他已经做了 一个你觉得非常不齿 或者在你的价值观 在你的婚姻家庭里面 觉得不齿不一样的人 我们都要相信 只要他悔改来到神的面前 都是神的恩 他们都是被上帝所纪念的 无论他是怎样的肤色 无论他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所以基督徒们 我特别在这里面强调 我们特别需要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我们面对一个 独特的个人生命的时候 一定不要被自己的 正神学正确 所主使而忽略了 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爱 求神能够特别怜悯 第三 人生的旅途里面 我们具体的内容 都是在上帝的恩手当中 如果我们看路德记的话 路德记所发生的故事 基本上在路途当中的对话 在田野里面的对话 在河场当中的对话 甚至最后是在城门口的一种对话 我们在路德记里面 看见故事当中的这么多的人物 人物其实也不多 他们有彼此之间的互动 以及对话 于是整个的故事 就是这么发展起来 而我们在观剧 我们观看这个剧本的 整个的过程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就不能够忘记 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是 上帝他掌管整个故事的发展 他对故事里的人物 一直流露出一种无限的恩情 今天我们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境遇 我们的工作 生活 我们的婚姻家庭 甚至我们的教会里面的生活和事分 我们都相信 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恩手之中 所以你知道吗 短短的路德记的经文 如果你看我过去查考过路德记 我算是比较详细 我们算是比较瑕细地 查考这个路德记 所以路德记里面 拥有了很多的文学技巧 它主要是表达 上帝的作为 是可以借着我们每一天 所预见的恰巧来实现的 上帝的作为 也是可以借着我们身边 所预见的人来实现的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 你们熟不熟悉啊 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做港音见证的时候 是不是都这么分享的 你把你生命当作 一种恰巧的恩典 你对他进行一种 信仰上的归纳 你认为这是上帝 给你的祝福和恩典 你在生命里面 遇见了某一个人 对你很有祝福 你就是上帝太棒了 他为我安排了 一位天使在我的旁边 各位亲弟姊妹 这常常是我们每一个人 常常所做的 我们都很熟悉的 但是路德记的故事 是在告诉我们 路德记的作者 就是要记着这个故事 对 你说的对了 你平时里面说的简直是对的 为什么 路德记就是这样的 路德就是这样 领受这份恩典的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对于我们来说 在历史里面 人物各有不同的 你看到这些家谷 看到这些家谷 我不知道你对这几个人 有几个人熟悉的 圣经里面甚至有一些人 只有一个题目 特别是耶稣的家谷一共四十二代 里面很多的故事我们都不熟悉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想说的是 每一个人的名字 他的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他们会有像我们一样的 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的人生经历 他们也会有和我们一样的 可能惊叹大自然的美丽 可能会羡慕美食和美酒 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 当我们亲人离开的时候 我们会难过 我们也会为着儿女的教育 防草 防恼 我们也会为着我们未来 可能感到迷茫 各位亲爱的丁子妹 这些人物 这些具体的生命 可能在他们当时的世代里面 可能是功名成就的 又或者他们在当时 自己的世代当中 是微不足道的 而且还要面对 他们当时世代 所要面对可能的挑战 局限和磨难 但是这一切 来到上帝的手中的时候 被上帝所使用 所以他们的名字 就记载家谱里面 就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大卫王朝的家谱里面 各位亲爱的丁子姐妹们 也就是说上帝 永恒性的救赎计划 是上帝在永恒里面 所计划的 但是这个永恒的救赎计划 并不是凭空而降的 那是上帝在历史当中 推动成就的 我再说一遍 我们当时说 上帝永恒性的救赎计划 是的是在永恒里面 我们的父神上帝所计划的 但是他不是计划了凭空而降 而是一直在准备 一直在历史里面 准备人准备人准备 到了公元元年的 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 所完成的 所以按照上帝自己的美意 上帝在历史当中 不同的时代 他会拣选不同的人 记得这些具体的人物 以及他所亲眼 所亲身经历的具体的事情 把它组合成历史世界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 逐渐逐渐地完成了 所以具体的人的具体问题 具体的人的具体内容 都是在上帝的看顾和保守之下 阿们 我很喜欢听别人讲 分享自己的一些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昨天的不爱团体聚会 就为两位姐妹分享她自己的故事 这些故事里面 可能是大故事 可能是对别人来说 是微不足道的小故事 甚至可能也是你自己 在你人生成长里面的 一个小事情 但是就在这些具体的事情里面 都流露出满满的恩典 所以我昨天分享的时候 我说基督徒们 我们要很敏感我们的内心 对我们所灵受的 哪怕是最细小的事情 忏怀 感恩 所以如果你把你身边当中 很奇特地恰巧的 或者某一个人 在你沮丧的时候 他对你微笑 而你产生的那种感动 如果把这些都给集合起来的话 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好幸福的人 而从信仰的角度 我更是看到 这种具体的人物 具体生命的境遇 这些生命的内容 都在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怎么理由 理由说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求主能够特别的严密我们 这是 皇城属灵的产业 续写属神的家部 每年的911的周年纪念日 都会有纪念的活动 我前几年都每年都有观察 最近几年没有观察 昨天我搜索了一下 他们程序都会不变的 都会变动的 但是有一个程序 一定有的是什么程序呢 就是读念 遇难者的名字 不同的人读 不同的方法读 但是一定要读 你知道这么多人的名字 要读下来都要两个小时 如果你参加这样的纪念会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很枯燥啊 两个小时住在读名字 而且大部分的名字 你都不认识 你知道我就觉得他们好执着啊 这么多年来 一直每年都在读名字 读名字 各位亲爱的同志们 当时如果你是现场在听的 那个十难者的家属的话 他听到自己的亲人名字出现的时候 那个感觉跟我们在电视里面读听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 我非常欣赏美国这样的一个仪式 就显示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但是很残酷的事实是 这样的周年纪念 还可以纪念多少年 还会纪念多少代呢 好 我先不说这个 我想问问大家 你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吗 好 你知道自己爷爷的名字的人 我知道我也知道 我再问你爷爷的父亲的名字 你知道人 继续记住 还有人记住 爷爷的爷爷呢 牛弟兄爷爷的爷爷知道 那你爷爷的爷爷的父亲呢 除非你的爷爷的爷爷是名人 或者你天天在家里面 看你自己家的家部 大多数的人 我就是爷爷的 我爷爷知道 我爷爷的父亲 因为没见过 而且我们就是农民 也没有什么学者 或者历史里面有些作为的 我们都不知道 你知道有一天 我这么想的时候 突然想 我儿子 我女儿会知道我 我儿子女儿的孩子 就不一定知道我了 他们的孩子 更就一定就不知道我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什么是死亡 所以由于 有一个史丹佛的脑科 他一个教授 脑科科学的教授 他写了一个生命的清单 他在那里面写过 那时候就是 这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 大家很多就通俗的一本书了 人生的死亡 死过三次 第一次是什么 让你心跳 停止的时候 这个时候 在生理学上 你是被宣告死亡的 第二次 当你下仗之后 别人穿着黑的衣服 出现在你的仗礼上 他们宣告 你在社会上不复存在 他说当世界上最后一个 记得你的人 把你给忘记了的时候 他说这个时候 你是真正地死去 整个宇宙不再与你有关系了 那有一部电影 叫Coco那部电影 它主要是表达是 生命的终结 不是死亡 而是被所爱的人 遗忘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 坏的 被遗忘 家捕是什么 家捕是什么 家捕是让你的后代记住 圣经的家捕是什么 圣经的家捕可以 传递一个概念 是我们的上帝 他记得你 你知道吗 这里的家捕有世代的 时间跨度大概四五百年 马太福音的耶稣的家捕 从亚伯拉罕到耶稣 有四十二代 大概时间的跨度 有两千年的历史 而这些家捕的具体名字 如果你看这些家捕的时候 所以有些时候 你知道家捕从某个方面来讲 是一种互教学 有极强的互教学的意义 就说明什么 就是说 圣经里面的人物记载 是真实存在的 来见证圣经历史的一种准确性 而家捕所记载的具体的魅龙 我刚刚一直强调了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 独特的相貌 性格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一些 分工维绩 又或者他们中间有很多人 曾经做过很多丑陋的事情 甚至放罪得罪神的 这些人当中有赫赫有名的 是很多人我们熟悉的 或者圣经里面有些人 是一笔带过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知道 我再强调 虽然一些名字我们不熟悉 世界不清楚 但是上帝知道他们 或者以后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没有家捕 我们都是小人物 我们默默无闻 别人不记得我们 三代之后 四代之后 没有人可以记得我们 但是上帝知道我们 所以我这么想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我的人生好有意义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 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内容 上帝都为你存留 他知道 他记得你 所以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信而称义的人 所以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 事实上生命 就是这么一代 一代的相传下去的 属里的遗产也是如此 一代一代的相传下去 亚伯恩林肯 类似说过 大概说了这句话 我不在乎我的上一代 爷爷爸爸是怎样的 我们要在乎我的下一代 我们不能够自己的 选择自己的先祖 但是我们可以 能够在自己的下一代上 进行一种信仰的传承 所以把这种属灵的 产业传下去 让我们每一代 子孙的每一代 都能够被上帝记得 圣经一直强调 有一种生命册 对不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怎样记载 是不是也是以家谱的方式记载 某某人 生了某某人 在生命册里面所记载 这个某某人 下面他没有下一代 都不来 没有在基督里面 不参加不信主 他跳过去了 他某某人 我不知道生命册 是怎样的方式记载 但是我相信 上帝那里有一份家谱 今天当我们看到 路德记的家谱的时候 让我们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把属灵的这种产业 一代一代地创下去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 我们以前在讲 我在讲第一章圣经的时候 我就说过 无论多少人 很多人在讲圣经人物的时候 可能会主要强调 他的生平事迹 作为我们的人生指标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很容易把道德教训 作为焦点 只强调道德意义 而忽略了救赎意义 如果我们仅仅从道德的角度 看路德记的话 可能会让你感动的 所以这个路德小女子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种励志故事 这是一个小人物得宠的故事 是一个世事时代灰姑娘的故事 是一个希伯来人草根溺息的故事 但是我想说的 这肯定不是圣经作者主要想表达的 圣经作者主要想表达的 也就是最后的家部里面所暗示 所告诉我们的 这是一个讲述上帝拯救人类的故事 其实整本圣经 就是借着这些不同的事件 所要表达出上帝至高的主权 以及他主权下的救赎行动 也正是这些历史进程里面 所发生的活生生的事情 不断地不断地建成一个主题 就是上帝的拯救救赎的主题 这个主题的中心 所以人类历史的中心 在于十字架 所以路德记讲谁的故事 是讲路德的故事 路德记是讲波阿斯的故事 但是从后面的经文里来看的话 路德记也是在讲 大魏王朝的正统性 更重要的是 路德记是在讲 耶稣基督救赎的故事 阿们 路德记是在讲 耶稣的故事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求你能够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这些小人物里面 看到的是上帝你的伟大 你在任何的世代里面 作者为王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